打开这个原始档之后 你来看一下 这里面云 每一朵都是自己的独立的图层 对不对 那你如果拉过来 因为我有时间差 所以我在后面这边 第二朵 第三朵 这是第四朵 那么我们的场景是这样在这一块 所以放在外面没关系 反正看不到 跟我们昨天Switch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现在云等一下要做 另外你可以先看房子 这个有没有发现我们都做比较长 因为你可以做像昨天这样就移动 那等于移到后面不行了 就拿到前面来 对啊对啊 所以说这样这种就是做一种 有点像过长那种 就是转长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先看云的部分 云的部分 好 云我们先回到第一个影格 这里是不是有一朵 那就看你 比如说我到第25格他要走完 就从前面走到后面的话 那我在这边是不是要插入关键一格 跟刚刚一样 好 我就把它拉到后面去 这样表示他走完了 你不要留在这里 留在这里 待会最后一格这边就 因为我现在又不是在最后一格 所以你这边就不好出 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一个比较连续的动作 所以你要就走完 可以吗 嘿那中间要是产生补肩动画 对不对 所以点到中间 产生 请问你这里有没有都是一坨的 不是一坨 就是有矩形的 这叫睁眼硕下话 好 所以我要用移动 OK吗 嘿 就是你有看到这四方框的 这是一定要用移动的 它是群组或元件 好 那么第二朵 是不是在这里 好 我们也一样 看你要不要走完 如果要走完 好 在这边 插入关键一格 记住哦 是到前面或第一格 不要在后面就直接做了 这里 移动补肩动画 好 这样也有了 哎 等一下 最后一格 忘记移动 这个 我就移动到这里来好了 就把它移出去 所以中间这里 是不是就过去了 好 这都一样了 原则上都相同 所以插入关键一格 移动一下 点到中间 这个 我在最后一格 出来 点到中间 到这里 所以这样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这个云的比较简单 重点是下面这两个 下面这两个要对一下 就会比较难 哪个画面还给你 好的 云就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云比较简单 跟刚刚门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现在这个 要怎么办 房子 我们来看看 房子从一开始就有了 对不对 那 它现在是不是只有一个关键一格 现在只有一个关键一格 我在后面 是不是要插入关键一格 好吧 按右键 插入关键一格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稍微记住一下 一开始 是不是这个位置 就在大楼 有这种大楼的高度 那我现在在后面 我就看你要移到哪里 你看我们在飞曲面 它到8之后 有个好处就是 你在移动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有条 好像水平线 它会自动清出来 所以你会比较清楚 好 就以 我就以 差不多到哪里 差不多到这边 你看我最后面 已经到 如果你移到这样 是不是就穿帮了 因为最左边已经超过了 你看我这样就穿帮了 所以我不能移这样子 那 那我这里 你又要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 因为待会 移完之后 它是不是会自动 回到这边来 继续播放 所以你这个位置 要稍微记一下 也就是我第一格的位置 是不是有这种高楼的 最后一格 也是要有高楼的 而且位置要差一点点 这样才能够接得起来 不然你会发现 跑到这边 回去的时候 忽然那个会跳一下 会跳一下 那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往右边移动 这里有没有高楼 有对不对 可是我不能摆在一起 为什么 摆在一起就变成 有两格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会产生一个 好像盾一下的感觉 所以既然我这一格是 这一格是它的前面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往前面移一点点 这样了解意思吗 当然你要做得比较精准 那个要算一下 那个要算 我就往前移 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 点到这里 移动 对不对 因为它还是一个外框 所以移动 我们来看看 你跑跑跑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我拉到这里的时候 这一格 第一格 是变成等于45格 后面那一格 46嘛 所以你看我拉到这边来 也没有它继续往前 了解那意思了 如果说你最后一格 跟第一格一模一样 那么中间就有个停顿的感觉 那我们 播放看看 如果你用这个播 预设播到最后一格 就会停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 它循环播的话 等一下有个选项 你把它勾起来 你看我到最后一格 是不是就停止了 我们到这边 控制里面 有没有叫做重复播放 如果你这有勾起来 待会你再继续动的时候 它就继续动回来的 你看一下哦 这里有帮你准备个MP3的 原则上大多数 如果你是要当做背景声音的 在网路上的话 我们会建议用MP3 比较长的啦 因为毕竟这个如果变10倍 就变5Mb了 档案 刚刚听到这些声音而已 要5Mb 就要下载太久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用 你从这边 你从这边叫进来 汇入 有没有 那至于说你要叫在哪里 通常我声音我会独立一个图层 虽然声音看不到 在哪一层没有差 但是至少我会把它独立出来 我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声音只能加在关键影格上 跟我们编辑动画一样 只能针对关键影格去编辑 所以如果你要加在这里 有没有办法 不行 这里有没有关键影格 没有 就算你会进来 它也会放在这里 好 从这边 汇入 汇入制度台 或者你要偷懒就这样吗 丢进来一样 只是说 那你丢在场景上就好了 放下去 因为我这里面已经有 之前有丢进来 我先把它取代 好 没有进来 取代之后有进来 但是这里 你点到它 你点到它 到这边 有没有叫声音 找一下 这样就有了 好 这样就有 你有发现 它会把那个音波显示 显示在上面 对不对 声波显示在上面 那因为这个长度 是这样子比 这我们的动画还长 所以它你会看不到完整的 好 看不到完整的 那你可以先 先听看看 好 这样就有进来了 不过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到这边是不是结束 是不是又过来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声音 车子的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像越来越多台 哈哈 边边落一台 等一下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OK吗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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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它没有播完的话 就继续延续 哦 就差 好 声音的话 你这边选好了 对不对 你有发现下面这里 有一个叫同步 哎 这个就问题所在的 因为 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什么 这个声音 比我们动画还长 所以它那不 循环回来的时候 第一次的声音还在播 可是 它又遇到这一个 是不是又播了一次 第二次声音 都变成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好 所以就问题 那事件的话 预设的这个动 那个什么 同步的方式 事件 就是说 我只要遇到 我就播 我只要遇到 就播 那如果你不希望这样子 可以改 怎么改 按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开始 停止没有问题 反正到这边就停止 这个就OK 但是开始的话 它就有个特性 什么特性 我前面一个播完 我后面这个 我才会继续播 哎 了解 什么 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 因为它 这个声音长 结果回到这边的时候 还没有播完 它下一个又开始 那如果你是用开始 它会等前面那个播完的才开始 那至于你要重复几次 你就可以直接从这边来编辑 嘿 你可以自己决定我要几次这样子 哎 了解了 好 你试看看 来